一画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这九条技巧,对于当下我们的人际沟通来说,仍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不是说每条都用,而是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 学懂了,你也可以能说会道,收获好人缘 一 与智者言 一于博 对有智慧的人 要渊博为主 使其乐于听闻 因为他知识很丰富 见门很广 你专门跟他讲这个东西 在那里讲半天还不如 他就很烦 有智慧的聪明人 一点极通 所以和他们说话时候 不要绕来绕去 要告诉他们切实有用的东西 他们才会感兴趣 所以会讲话的人就点一下 如果他不问 你就知道 他已经知道了 他问 你再讲那一部分 他还问 你继续讲了一部分 最后他说 来来来 到我这里好好讲给我听 那你就不得了 二 与诸者言 一于变 对不太善言辞的人 以分析势力为主 使其心生佩服 一般人看事情都看表面 因为深度不够 心结就会越拉越紧 将来有一天爆发更麻烦 可是 你也不能把他叫直接说 对中国人 单刀直入是得不到答案 我们只有分析势力 旁敲侧击 才能了解事情 解决问题 让他产生好感 三 与辩者言 医于药 在这里 辩知好辩 喜欢跟人争论 好辩者不一定善辩 善辩者一到二辩 逻辑严谨 句句说道典子上 好辩者的兴趣点在圣字上 为了争生 强词夺理 满不讲理 这是常有的毛病 好辩者一般逻辑思维 能力不强 数生型的好辩者 貌似讲逻辑 但习惯于运用形式逻辑 而不是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强调 命题成立的前提 条件 相对性 只有给出一定的 具体的前提 条件 标准 参照物 才能判断命题的证物 当条件不足 标准不明时 无论怎么争 都争不出一个子丑银帽来 此时 具有辩证思维的人 倾向于保留意见 搁置争议 形式逻辑追求一种普遍的 不受条件限制的 绝对正确的命题 认为天然的存在一个不言而喻 不正自明的普遍标准 比如常识 契约 普世价值等 运用形式逻辑 容易掉入非白即黑 非子即比的思维陷阱 也容易踏入诡辩的误区 比如倚拼概全 偷换概念 偷换论题 虚构论据 机械类比等 这样 针对任何事情 都可以发起争议 没有条件就假设条件 没有标准就预知标准 没有事实就逆造事实 但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突然制造矛盾和对立 在中国哲学史上 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飞马 是一个高阶诡辩命题 但在现实中 当公孙龙拿着这套理论 企图蒙混过关时 官吏一面赞同他的说法 以免有说 请为你的马匹付钱吧 亚里士多德的编谬篇 也记载了一则著名诡辩命题 你有一条狗 他是有儿女的 因而他是一个父亲 他是你的 因而他是你的父亲 你打他 就是打你自己的父亲 以上两例使用的诡辩术 都是偷换概念 跟好辩者说话 要医于要 抓住要点 当对方一根筋时 你知道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知道对错之间的模糊空间 知道彼此之间融通范围 当对方诡辩时 你能看出他的逻辑漏洞在什么地方 这都是知药 医于要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牢记谈话的目的 好辩的人 争得兴起时 东一狼头西一棒子 不知扯到哪里去了 所以要适时地把他拉回来 回归正题 再往回拉时 一般不宜强行打断 一个好辩的人 没把话说痛快 就像酒鬼没喝够酒一样 浑身不得尽 所以要注意时机和策略 以免引起反感 造成不必要的人际隔阂 四 与贵者言 一于是 对达官贵人 要顺着他的权势 因是力道 使其乐于接受 对这种人 千万不要激怒他 否则就是你自己倒霉 你就告诉他 你要这样做 因为你是有特殊地位的人 他就很容易接受 如果你说 虽然你官这么大 也不可以这样 他就会说 为什么不可以 我偏要这样 这是我们的民族性 你说不行 我偏要行 你说往东 我偏要向西 妙就妙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顺着民族性去走呢 五 与负者言 一于高 这句话就很简单了 和有钱人说话 多谈高雅的事物就对了 人的欲望有两个层面 物质需求和精神满足 有钱人在物质上是不缺乏的 他们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充实 人们常常说某些爆发虎附庸风雅 其实也只不过是人家在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罢了 人都是有进取心的 有钱人在物质上已经超越大多数人 他们渴望更高的高度 是为了能让人生层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与有钱人说话 天马行空的高谈阔论是最受欢迎的 创意叠出的话题 会让他们有接触新世界的惊喜 六 与贫者言 依于利和穷人说话 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换 胜于任何承诺 穷人都困于生计 连饭都吃不饱 不要和他们谈人生理想 不要说过去未来 他们实实在在的活在当下 能够切实解决他们眼下的困难 就是最好的 雄人实际 说话实在就行 对话要落到实处 家长里短和可以遇见的计划 更能慰藉人心 但切记君子爱财 许之有道 成大器者应有大德 不能因为对方对贫穷的焦虑 而唆使他们铤而走险 如此损人利己的做法 是处事大忌 七 与见者言 一于谦 对于卑贱的人 身段柔软 以谦卑言辞感动 不可傲气凌人 有一句话叫 大官要小看他 小官要大看他 为什么我们常常跟小官拍桌子 就是你看不起他 为什么常常大官会盛起凌人 就是因为太看重他了 见大官 你胆子要大一点 他不过两个眼睛 和你一样 没什么好怕的 看到小官 你就知道 很容易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 他就发脾气 最后还是你倒霉 所以把他看得大一点不就好了 这是阴阳 看简单的事情要复杂一点 看复杂的事情要简单一点 看容易的事情要想得困难一点 看到困难的事情要想得容易一些 这么调整才能平衡 八 与勇者言 一语感 勇敢的人信奉一力破万法 说法不喜欢绕来绕去 有什么想法 只管大胆裹绝直言 勇敢的人 对自己的能力都有极强的自信 不喜欢画里暗藏积风的阴柔手段 就是论事 直来直去 是这种人最喜欢的交流方式 拐弯抹角只会引起反感 更不要刻意吹捧 因为他们足够自信 根本不需要功倍 过于明显的功倍 会让人觉得居心不良 导致事与愿违 所谓不打不相识 勇者也不喜欢怯懦的人 畏畏缩缩的态度 也会让人没好感 和他们说话 痛痛快快直接了当就行 大胆直言才能得到敬佩和尊重 九 于过者言 依于锐 对于于鲁的人 言辞要敏锐 否则他不容易听懂 孔子有时候骂人骂得很难听 比如为女子 与小人难养也 很多都是对那些特别于鲁的人 因为孔子当时有教无类 他的学生里边 也有很多不是资质很好的人 他就言辞敏锐 直接指出来 学生才能领会 跟中国人讲话 一定要让对方心情好 投其所好 他才能听得进去 否则你就是徒劳无功的 正所谓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现实生活中 与人打交道时 要做到小心谨慎 鬼谷子有三招式人数 可以帮助你分辨对方诗人 还是鬼 一 夺权诗人数 鬼谷子月 审查其所先后 度权量能 叫其技巧短长 想要学会诗人数 首先要学会 怎样观察一个人 我们在认识某个人之前 要先了解 他的人生履历 知晓他的分寸轻重 并且在日常生活的接触过程中 在逐一分辨履历上的真伪 孟子说 度所以知长短 全所以知轻重 想要知道一件东西的尺寸 不能靠目光来丈量判断 同样要辨别一个人是否值得深交 不能依靠自己的感觉来一段 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 毕竟 每个人的感觉各有不同 取向也会不一 依照自己的想法来辨别 很容易造成对他人的误会 但如果结合具体的事件来分析 往往都不容易出现差错 对于一个人的好与坏 总有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看法 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人大致的优缺点 再去结合实力来判断 就可以基本掌握这个人的身余浅了 二 顺于识人数 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人特别善于伪装 他们能够把真实的一面藏在深处 给他人展现出旁人想要看到的一面 这种人不容易琢磨出真伪 面对这样的人 鬼谷子提出了顺域的方法 就是顺应对方的特殊爱好 去了解一个人的思想 这个方法在当代生活里 十分的常见 即使我们所说的大数据推送 互联网经过大数据的推算 能够粗略地判断出你的个人爱好与兴趣趋向 然后利用推送不断地刺激你的兴趣点 从而来加深你的兴趣 生活中也有很多商人深谙辞道 他们会利用问卷 问询等手段 暗中观察客户的诗语 进而投其所好 鬼谷子说 审定有无预期时需 随其事欲已见其致意 所谓的事欲 便是鬼谷子所说的随欲 随欲是一个人在放松的状态下 无意识地行为与取向 这些欲望的表现 往往更能体现一个人真实的内心状况 所以要深入了解一个人 第一步要去了解他的兴趣爱好 第二步就是顺应他的喜好 激发出他的欲望 当一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后 他的内心世界必然暴露无遗 秦国通过商量变法 国力变得越发强大起来 一跃成为战国七兄之一 秦惠王为了能够和其他六国争霸 不断蚕食小国以壮大国力 在夺得和习之后 秦国便开始向蜀国进军 所谓蜀到难 难于上青天 蜀国虽然国力不敌秦国 可是却占据着有利地势 任凭谁也攻不进来 即便敌人攻入 也可以断前绝后来个瓮中捉鳖 秦国已经攻打了很多次 可是屡战屡败 损失了大量兵力 但是仍然难以攻入城中 对此秦惠王十分焦急 他多次查看地形 并派人到处打探蜀国虚实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有一天 秦军突然停止了对蜀国的进攻 而蜀军害怕有埋伏 仍然严守关口 长达半个月的时间 后来在蜀军当中 流传着这样一件歧视 在离蜀军关爱不远的地方 出现了一头金牛 排出来的不是粪便 而是黄金 这个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蜀国的王宫里 蜀王连忙派人前去查看 派去的人一看 果然如此 一头比普通的牛 大三倍的石牛 屹立在路旁 屁股下面有几堆碎金子 那人拿上金子 便跑回王宫 向蜀王报告 蜀王大喜 当时蜀国国库正是空虚的时候 这笔意外之财 将很好地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为了防止别人抢先一步 蜀王立即派出军队前往保护 同时动用大量的人力 物力 修桥铺路 硬是把天欠变成了通途 一条通往蜀国都城的通道打通了 金牛被顺利地运回了蜀国 蜀王迫不及待地想要拿到黄金 可是等了半天 那头牛的屁股里再也没有出来黄金 蜀王十分不解 对着那十牛左看右看 最后生气地责问打探的人 可惜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国军大怒 立刻命人处死谎报消息的人 可是还没来得及执行 就传来消息 秦军已经公道城下了 蜀王不由得大惊 宫中乱作一团 其实这便是秦桧王的妙计 他看强功不行 便想到了知趣 原来秦桧王打探到 蜀国兵少利弱 国苦亏空 蜀王正在为财政发愁 于是便命人偷偷打造了这头石头 并在他的屁股下放上了几堆碎金子 之后便叫部下四处散播谣言 骗蜀王上当 后来蜀军在前方运牛的时候 秦军便悄悄地尾随着进来了 当金牛到达蜀国时 秦军自然也就到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 可是蜀王却遇上了掉金子的事情 怎么想都是一个骗局 可惜蜀王太贪婪 贪图小利而亡了国 令天下人耻笑 三 反情诗人数 在诗人数上 有顺应推进的方式 那便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手段 鬼谷子说 微排其所言 而白反之 以求其识 识得其之 有的时候 如果通过正向的引导 无法深入了解他人 那就反向操作 可以适当地利用说反话 做对历史等方式来探查一个人的真实反应 在战国策里有一个故事 魏王手底下有一个朝臣名叫张仪 有一天 魏王想派公孙衍来判断一下 张仪这人是否可用 于是 公孙衍便献出遗迹 让魏王假意缠让给张仪 从而来检验张仪是否有不臣之心 魏王听从公孙衍的建议 在宫中开始要撒播 要善让的传闻 张仪听到消息后十分高兴 甚至在釜底中亮起了功夫的尺寸 魏王知道之后十分不悦 于是便将张仪驱逐了 公孙衍正是用反情诗人术 去了解了张仪的真实想法 最终帮助魏王探明了张仪的虚实 反情诗人术的关键就在于反 一切反向 反常的方式都是一种试探的行为 在生活中 如果我们总遇到与我们对着干 说反话 擅长反问的人 可能要小心 因为他很有可能是在下逃社局 引你入反情的陷阱中 这世间并不缺少精明的人 缺少有聪明的人 余生 要学会做一个留心的人 但千万不要做一个耍心眼的人 做人做事 踏踏实实 心清白白 才是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